明天就是大选投票日了 应该不少的民众呢 今天下班下课之后呢 就要返乡去投票了 那么呢有些人还是没有买到车票 机票甚至是船票 因此呢清明鞋呢 是募款 预计呢要协助一千多名的青年 要来做返乡的一个动作呢 那我们刚刚呢也问到手头族 他们今年呢是第一次要回家去投票 来带你听段稍早访问 我是住高雄 然后我今年是第一次要回去投票 我今年刚才20岁 对 那为什么觉得这样回去投票很重要 因为这一次是你第一次吗 对因为主要也是因为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可以行驶这些投票 全觉得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加上其实投票这件事情 是展现我们民主 就是展现我们 为想要让未来台湾长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 好第一班的这个返乡列车啊 三点半就要从台北车站这边出发了 那么这一次清明写在全台有27个站点 包括了50条的客运 还有两班的船班 民众呢 青年呢只要用113块就可以返乡来投票 预计呢在1月13号中午 下午一点半之前就会抵达 那么这一次啊返乡潮啊 是超过往年大选 那个车票双铁呢 返乡南下列车长途的 下午呢是已经全部都额满了 那么也提醒要返乡的民众以及青年们呢 手头组尤其要注意哦 你们第一次投票 要记得携带你们的身份证印章 以及投票通知单 才可以进行投票动作 1月13号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美中台关系 带给您最深入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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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